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星期三 又是時候要結帳了 今集,我找到我的朋友 一條黃蛇 過來做的partner 大家可以先看看我的黃蛇 但她很害羞 不喜歡上鏡 上一集,有人留言給我 苦瓜,不是太苦 要我找咖啡去做這個挑戰 她還標榜是齋啡舞堂 我們KCAV說得出就做得到 不負所謂 今集,我們會用咖啡去做這部爪素片 那今天有什麼材料呢? 就是咖啡,咖啡粉,芝士,野菜汁 就去做這杯爪素咖啡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先做這杯爪素咖啡 先喝酒吧 酒當然不少了 接著要加咖啡 還有我們特地而設的野菜汁 野菜汁加上去 會不會蓋過咖啡的味道 這樣,芝士粉這件事 最後才放下 現在先把咖啡放進去 咖啡粉要來做嗎? 當然是現在放上去做頂 咖啡粉要來做 4-5斤 這樣放進去 接著就到芝士粉 芝士粉 芝士粉 放在一層頂上 那好吧,這些可以說是暗黑咖啡 但我做的樣子好像雪山一樣 其實也挺漂亮的 那好吧 那好吧,做完這杯 暗黑咖啡咖啡 爪素片之後 就是要到試喝這個環節 我這些神對應的 當然是不怕它 那現在當然是 試喝了先 先拌勻它 好濃烈的咖啡味和芝士味 好濃烈的咖啡味和芝士味 那我現在不客氣了 先喝了先 Itadakimasu 真是沒有最苦,只有更苦 這杯咖啡的一粒粒 已經夠苦了 再加上咖啡底 濃縮咖啡的味道 究竟我喝完這杯 我今晚睡不睡到 今天我來 Marco要找的咖啡咖啡 已經搞定了 其實它的味道是比苦瓜粉加之苦 太苦了 太苦了 苦瓜的味道也沒有太厲害了 那好吧 大家看完這段 大家看完這段爪數片之後 如果各位想留言給我 Marco 有什麼挑戰給我 Marco 可以繼續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Like and share 我們KCAV這個頻道 如果大家是喜歡 看看我的小朋友 可以繼續在下面留言 都是 那今天的時間 又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今天看我這段 爪數片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 Shall we have breakfast together?